看我们现在在学佛的 无论在家出家 会有安住慈忍那么容易吗 心要安住在慈心 慈心就是利他心 还有安住在忍辱 就是说你这个人 常常都修慈和忍辱 而且可以安住 不是现在还好 远近一来就不一样了 所以有的人他就是常常感慨 他修行很难修 脾气很差 烦恼很重 没有办法保持清安多久时间 他一定要先颠倒 一定要发怒 一定要起很多的妄想 发作的时候利他心就归零 不伤害众生就不错了 你看看这就是过去 修机这些资粮都不够 如果修机资粮够 就像我们骑蒙乐车 骑机车这机车都有油 上坡下坡骑到哪里去都没问题 那机车没有油了 你发都发不动 只好用推的 当然很辛苦 所以广大的机资进账 这个学佛修行啊 就永不停息的 道场举办住印佛经 戒沙 护身保育放流 护持见寺 做佛像 造佛塔 倒不是说道场缺钱 没有捐啊 可能盖不起来 是让大家来广直福田的 是让大家都有修到 殊胜的功德 都有参与到 所以就是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多多的身结佛缘 忏悔业障 几乎啊 每一次有这样造福修德的机会 都不错过 多少是不记的 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发心 最重要